大家是she.com的朋友,你們好,我是周玲珊 我經常都說的,減肥最大的敵人並不是你餵食,而是貪方便 很多時候放工累的時候就會覺得買一盒飯,隨便吧 於是就吃多了 所以今集我就教大家做一款不需要煮的晚餐 再配合一個酸甜蒜蓉涼拌醬,開胃到不得了 首先,豆腐就包內洗紙吸水 紫天椒就去紫,再切融 蒜頭就壓融了 然後加生抽、芝麻油、乳酪和茄汁攪勻 豆腐吸了水,在中間切開 再印乾,然後再切小粒 最後就放入碗醬,輕手拌勻 包保鮮紙,入冰箱醃10分鐘 醃好之後就裝碗飯 放些豆腐上去,加上牛油果 車尼茄 上面放些蔥絲,再灑些芝麻 再加一塊青檸,那就開飯了 如果你不想用飯的話,可以用我上一集教過你做的Couscous 另外,如果你想帶回公司吃,就要留意 豆腐要包內洗紙後,放入一個盒 配料還有醬要放在另一個盒 另外,牛油果方面 因為它放內棗會變啡 所以最好就拌一些青檸汁,然後才入盒 希望大家會嘗試做 做了鏡子的照片給我看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